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联合国案理会以13票赞成 0票反对 2票弃权的结果 通过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草案 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 阐述了中方为什么投出弃权票 撤出不是责任的结束 而是反思和纠错的开始 有关国家应该为过去20年的所作所为负责 不能一边声称关心阿富汗人民的福祉 一边却实施单边制裁 不能一边声称支持阿富汗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一边却扣押冻结阿富汗的海外资产 更不能在阿富汗制造巨大灾难后一走了之 却把责任推给阿富汗的邻国和安理会 外国部队过去20年 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 包括美国 澳大利亚军队滥杀平民的刑责 绝不能一笔勾销 必须继续欲追究